我們今天要來一個來賓 我是M-20 又到我們今天鯨魚系列 今天鯨魚來了一個來賓 他叫企鵝先生 跟大家問好一下 大家好你好 為甚麼這麼台啊 明明很可愛齁 那我們今天呢 有這個來賓來兼場一下 顧一下場子 希望我們今天不要講得太差 那我們今天進入到今天的正題 其實我們今天要談的是RWD的入門 RWD入門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昨天也大概有講過了 就是說我們會使用到媒體查詢這個語法 來確認說我們在不同的裝置上面 可以採用不同的外觀 那麼此外呢 我們還需要用到什麼問題 來我們在各個不同的裝置 例如說我們今天是手機好了 RW網頁最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手機 那手機來講的話呢 裝置有這麼多有大隻有小隻的 然後有超大隻的那一種 現在裝置越做越大 然後像目前也有什麼iPhone X啊 X什麼什麼超大Size那一種 好那不管反正來不及 有點悲情對吧 好來 裝置的尺寸這麼多種 這麼多種 那我到底要怎麼去設定我的網頁 讓它可以在各個不同裝置都能夠正常的呈現呢 我到底我的這個區塊的寬度要設定多少 才可以在這麼多的裝置上面 看起來都會蠻適合的呢 這問題是個好問題啊 嗯 設定小一點到大裝置 看起來就不太好看太小了 設定大一點到小裝置上面就出現問題了 好這個困難點在於說 欸那我尺寸到底設定多少會比較好 好所以呢了解這問題之後呢 當然最簡單方式就是 直接把我的寬度設定成百分比是最簡單啦 那這樣在各個裝置上面都能夠使用百分比方式去呈現 這樣最簡單了 OK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到底要以手機為優先還是桌機為優先 那實際在專案進行的過程當中 大概有兩種情況 好 有些公司會先從手機開始設計 可是有些公司呢 他是設計桌機設計完之後再設計手機 所以其實我們目前有很多很多的 呃說法都是告訴你說 喔Mobile Fest 好就是 呃手機行動裝置優先啦 行動裝置優先 那行動裝置優先來講有很多很多種不同的觀念啦 就是說法太多種了齁 那當然其中我們講最簡單就是盡量還是以手機為優先 但實際我們在接案的時候 有時候不見得能夠這麼這麼的完美啊 好不是這麼的理想 所以以我個人接案來講的話 有些人可能會從手機開始設計 那有蠻多狀況 有些公司有些案子還是依據桌機先設計完 再去做手機 好 所以這時候就很麻煩啦齁 但是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其實我們都可以使用媒體查詢去處理它 那我們目前今天金魚要講的部分 就是先以手機為優先的一個設計方式 好那他其實有各式各樣的優缺點 這後面再來談吧 好就是 有心得的話 有想法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齁 那我們直接先進入我們今天正題來看一下 好注意看齁 知道嗎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好直接先建構一個新的 新的檔案 好新的檔案 呃 今天要到第24個檔案囉 來 寫到大寫 好啦沒關係 一樣可以用 好 那 呃 好不同裝置去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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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齁 其實呃 比較正常的情況啦齁 我們大概有幾種方式 一種就是我把整個網頁設定 整個區塊都是百分百的寬 可是你要注意到一個問題齁 如果說我今天設定一個 所以我們前面去做一個練習會設定一個WAP 裡面會設定ITEM嗎 我建議ITEM可能做三欄好不好 那這樣三欄的一個畫面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好三欄的畫面 恩 大哥哥不好意思 來 三欄的畫面呢 三欄的畫面 來 WAP這個東西 呃 它基本上是放置所有項目的一個容器 你可以把它像說是 總體的副成啦齁 裝載所有資料的副成 那我們可能會做到滿版 也可能會做到固定寬 那麼滿版其實你要注意到一個問題齁 注意到一個問題 恩 很多時候啊 很多時候你可能會少考量一個超級大螢幕的狀況 超級大螢幕的狀況 好事實上我們目前 恩在 恩 目前的開發狀態當中 使用者當中 使用寬螢幕 以及比較大的螢幕的使用者 已經越來越多了 在 這種趨勢情況之下 那我今天設計的畫面 如果整個滿版寬 到了這種超級寬的螢幕上面 像我目前使用的螢幕是49吋的 好 不是因為我比較有錢或幹什麼 而是因為我真的開發需求 就是我要用到這麼多的螢幕 尤其我現在在做直播來講 我用到三顆螢幕 那如果沒有用到三顆螢幕來講的話 那事實上 額 效率是會打折的啦 效率是會打折的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後話在談了 那所以其實你要考量到比較大的螢幕的情況之下 你做到滿版可能不見得是好閱讀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針對於web去設定一個 寬度是多少 然後 最大寬度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實際設定一下 來實際設定一下 如果以手機行動裝置為優先的話 那麼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可不可以先設定一下web 寫錯字 好 那我希望它在手機的時候 當然就是滿版 所以寬度可能會給它做什麼事情 寬度給它做一下100% OK 好 然後接著呢 我們去做 那它最大最大 Max Width 我去設定它最大最大 到1200 或1440好了 因為1440應該還好 因為Mac的筆電的話大概是1440 可是你要扣到旁邊捲軸的寬度 我們就抓這個1400好不好 OK 那這個尺寸並不是說一定要設定1400 只是說我目前設定這個方式給它而已 OK 那我們其實在業界有些人會用到1170 也有嘛 那也有用到1200 也有 那我這邊 今天的示範用比較大一點點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好 1400 好 那正常來講 我還是希望說 這個尺寸是可以被整出的 可以被整出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說我今天呢 我看一下計算機 1400 我們去除以3可以被整出嗎 除以3 糟糕 除以3有點麻煩 不太能夠被整出 對不對 我們盡量它可以被整出會比較好 除以4可以被整出 除以6可以被整出嗎 嗯 不太好 所以除以5勒 5可以 4可以 3 麻煩 OK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會建議說 那個尺寸看能不能被3整出 被4整出 被2整出 跟被6整出 跟5整出 這個好處在於說 這幾個都是我們比較常見的藍數 例如說 藍的數量 兩藍的數量 就是 我今天做畫面來講 可能會有3藍的畫面 4藍的畫面 5藍的畫面 還有6藍的畫面 兩藍的畫面 都有 所以基本上建議可以被整出是比較好 好沒關係 不要管它 DEMO就好了 好 那所以目前這樣來看的話 我先用1400來做 然後接著呢 我底下的ITEM 我希望它在手機上面 來注意 我希望手機上面怎麼樣 寬度是百分之百 好 或者說我就不要設定它的寬度了 好 不要設定它的寬度 但是我設定一個 Margin 好 Margin 好 我希望它跟周圍的空間 可能是10像素 或20像素 所以我可以設定一下 上方為0 好 0像素 那左右我希望它是10像素好了 那希望它下方是20像素 那這樣我的距離就會做出來了 那為了讓我的內容可以馬上被看到 我當然會希望說我先簡單做個背景色彩讓各位可以看到 或者說你要塞資料也可以啦 例如說我在這三個欄裡面塞一個段落 然後加上一些假紋 也是可以 可是你這樣要去區分的話 其實 我不知道各位看的清楚還是看的不清楚 還是有點距離啦 OK 那沒關係我都做好了 那我就直接加上一個背景色彩也有 背景色彩也有 背景色彩也有 然後給它做一個 嗯 淺淺的黃色好啦 FFA 好來淺淺的黃色有勒 我的距離就有出來了 好那這個樣子其實完成我的第一步 就是手機上面大概就長這樣 可是我又希望說它能夠內部有點距離 所以我可能會設定一下我的內部距離是什麼 加上一點點的pading啊 加上一點pading啊 這樣至少好看一些些啦 好看一些些 嗯 可是畫面有點無法接受耶 我們加點標題好不好 既然都已經做到這種程度了 不加個標題看下去實在是痛苦啊 會嗎你會嗎 好你不要講話好 好來看一下 OK 好了我們現在有標題有內文了 那基本上這應該算是我手機上面的外觀 手機上面的外觀 好 那麼接著我們要處理桌機囉 桌機 桌機的話 怎麼去做呢 來 OK 我們這邊直接先使用media query 好 先來設定一下 這是螢幕 而且呢 好 我從iPad開始去製作 所以設定一個min width 好 min width 呃 768px 好OK 接著我希望這個item 還有web 好 因為我要做到橫排嘛 所以我就設定一下 我的web是DisplayFlash 所以在平板以上 它就會用Flash的屬性去針對內容物去做設定 但是我到手機的時候它就沒有作用了 手機的時候就沒有作用了 所以在手機上這邊是完全沒有作用的 所以目前畫面上應該會是正常的 好 那這邊好了以後呢 來看一下 重新整理 喔 三欄 搞定 欸我已經寫完了耶 糟糕會不會太快 會不會太快 太簡單了吧 好來我們看一下 可是我少加一個viewport耶 好來viewport補一下 viewport補一下 不然待會會出問題了 viewport一定要補齁 這是起手式 好起手式 所以這樣做 欸糟糕我沒有置中耶 不好看 來置中補一下 置中補一下 來margin auto 高點囉 搞定了 OK 好來我們看一下檢查 檢查 檢查 我們來看一下喔 手機這個 這個平板手機要按下去喔 iPad它目前是正常的 iPad Pro也是正常的 然後在 iPhone 也是正常的 OK 好 所以其實 早期我們可能是用float的方式去排版啦 那float這一塊 其實各位去看一下前面 金魚在講的那個 float的部分 你有看嗎 好 你沒看你就不知道對不對 你沒看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記得回去看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採用是 之前採用是float 那現在有了flex之後其實就很偷懶 所以我說flex基本上就是 就是 簡直是毒品啦 你用過之後你就覺得 哇好方便啊 還沒啊 所以基本上勒 基本上勒 有了flex之後你排版變得非常非常的輕鬆 變得非常非常的輕鬆 可是我們以往呢 你只要是支援舊版的 像是IE啊 IE8啦 IE9啦 你還是沒有辦法用到flex的時候 那你只能用float 那float的話 你就稍微去考量一下 考量一下說 我今天在桌機上面要做float 寬度設定一下 那我今天在手機上面 我不要做float 寬度設定一下 所以這樣就可以做完了 這樣就可以做完了 所以 很簡單 很簡單 非常簡單就搞定了 OK 所以這個RW基礎到這樣就算簡單就搞定 所以你要去做個兩欄的版面 三欄版面 四欄版面 五欄版面 六欄版面 隨便的啦 通通都ok的啦 通通都ok的啦 但是 還是得要注意一下是 當你螢幕太寬的時候 我個人啊 我個人會設定 一個限制寬度給它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邊來 做測試 你在開發者工具裡面 就是右鍵檢查嘛對不對 開發者工具裡面呢 這上面有responsive 你可以從這邊去拖拉 也可以從上面去設定你要的解析度 2000 好 你就可以看到 喔 這畫面其實2000的情況之下是這樣子 好 解析度在2000的情況是這樣子 好 那是1488 ok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所要的效果啦 而且做測試也非常非常方便 欸 馬上搞定啦 超easy啦 ok 好 所以基本上呢 呃 很簡單 你RWD的基礎這樣就做完了 而且 好像不用算尺寸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啊 看一下 好 看起來沒問題 看一下會壞掉 哎呀 壞掉了耶 糟糕了 沒有看到最後你就慘了 來 這邊呢 蛤 還記得我們之前講Flash的時候嗎 你可以針對於 Item 做什麼事情 寬度就做大一點就好了嘛 例如說500 那麼它整個的縮放就會是正常的 因為每個的縮放其實都是正常的 所以 嗯 看你要怎麼去設定它 其實有了Flash之後我們可以很偷懶 連計算都不用算啦 但你要算也ok嘛 例如說是 33.333333% % % 好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ok 好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的RWD的內容 大概就到這邊了 不知道各位看有沒有問題咧 你有沒有問題咧 你應該沒有問題 好基本上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點一下底下的訂閱 然後加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我就可以第一手 不對這樣你就可以第一手 收到我們的 影片通知 然後呢 記得按讚還有分享 這樣我的影片才可以給更多人看到 ok 好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願意支持我的話 歡迎Donate我一杯飲料 最近飲料不太夠了啦 所以歡迎Donate我一杯飲料 底下很多Donate的方式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知道啦 雖然因為我Donate收到很少 所以我把後面加了一個QR Code 好 ok 歡迎Donate 好那 基本上我們今天的金魚系列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感謝大家 我們分享賞 今天的視頻 我們看過